所以要被保險人的關係在整個資產規劃上面 其實我個人覺得應該是算蠻嚴重的 所以還有我也跟各位提醒 要被保險人變更除了你必須要考慮到正五歲之外 這爸爸是算正資產的 爸爸如果負債 他當要保人 然後被法院確定為債務人 要強制執行 我再請各位 保單能不能被強制執行 這個資深的人才知道 資權的人都不知道 當我要保人 我房貸繳不出來 被銀行或者是保險公司到法院去申請強制執行之後 他的保單能不能再任意去貸款 變更受益人 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保險法的一個規定 我唸給各位聽 保險法上面的一個規定 他是保險法623條 這是去提到那個債務跟債權之間的關係的 我唸給各位聽 他要保人破產的時候 保險契約定有受益人 使人得為受益人的利益而存在 亦不得扣押請求或扣押行使其他的權利 他是定有受益人 不是因為要保人的權利不行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請問各位 我當藥保人我也當被保險人 我死亡的受益人寫我的小孩 當我被假扣押的時候 這一張單子還有沒有效 有 因為死亡的受益人是小孩 但問題是如果當我是藥保人 我要去提領我要去貸款 這屬於藥保人的權利 聽得懂我意思嗎 還有一個重點是醫療險 我請問各位 醫療險的受益人是誰 要保人被保險人跟死亡受益人 醫療險在請醫療利益的時候 他的受益人是誰 被保險人 去給銀行吃虎養 那領得到 那種醫療的利益 怎麼辦 這些都是各位 你在儲蓄險 在醫療險 你必須要去考量得到的 所以 要被保險了解 要殺的貼心 都不能直覺反應 反正爸爸就喜歡當 父母親就喜歡當藥保人 你也不考慮他任何的一個情形 子女倒是當被保險人 或者是你知道他有財務狀況的時候 你居然都沒有任何的一個反應 我們各位提 依目前實務商的一個處理 這個可能也要稍微辦過了才知道 就是醫療險 我們是賠給被保險的本人 對吧 沒錯吧 所以我們公司就兩個 第一個是匯款 第二個是開支票 那你匯款是匯到誰的帳戶 我可不可以隨便找一個第三人去匯款 不行嗎 就是一定是匯到那個 被保險人的帳戶 他那個帳戶已經被那個 凍結了 看他開一段 好 領不出來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開什麼 就必須要開支票 但問題是支票要一個交換啊 那個交換票據啊 他說怎麼辦呢 請需 請休息 那對了 但有些保險公司不行 有些可以 就是 那一張支票裡面 因為某些因素要去取消禁備 然後再提醒拿著那一張票 去第三人那邊 票去交換再出來 實務商案可以嗎 我跟各位提醒 這些都是我們在 那個實際上的一個市場 會遇到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再衍生出幾個狀況 跟各位提 除了這一個客戶 有保單這樣子的一個情形之外 我還想說 我們來考慮幾個情形 好 假設這一個客戶 透過你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跑了三年 跑了三年 他的現金資產 我把這都插掉了 他的現金資產存多少 跑三年 那你都給他規劃對了 你要保人 子女 被保險的子女 OK嗎 你都規劃對了 一年跑兩百萬 三年就是跑六百萬 他的現金部位會變成多少 剩下多少 現金部位會剩四百萬 包括其他的資產 換算的一個價值 大概一千一百萬 接下來 這個客戶擺擺了 他這些資產會遇到哪些事情 一個保險從業人 不只是賣商品 我們存在的價值 是幫客戶解決 客戶的困難 那我跟各位提 我去過了三年 我該跑的跑 我一定跑 從一千萬跑到剩下四百萬 不動產的資料 剩下七百萬 然後加起來剛好一千億 那是我們要賣分 對不對 怎麼分 這一邊的金的 他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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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所以現金會怎麼分 很容易吧 四百萬乘以 三分之一 四百萬乘以 三分之一 四百萬乘以 三分之一 剛好價值也一樣 大家各愉快 這樣嗎 我上次有跟各位分享過 我們假設有一塊地 假設這是那一塊地 好了 這塊地 三個湯 我現在要把它切成三分之一 一塊兩塊三塊 這樣樓 我把它編 這邊一 這邊二 這邊三 要二的舉手 要三的舉手 要一的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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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已經跟你說 正四方六 馬路旁邊 如果不是這樣 是不是會有 價格上面的一個高低落差 好 可是他的狀況變成這樣 不動產的一個價值就是 七百 我們談的是公告限制 他可能 市價是一千五一千六 也有可能 對吧 然後土地不能分的話 是不是 擁有 大家共同持有這塊地 簡單來講就是 三個人都列上去了 誰會不願意 誰會願意 依照這樣的現狀 依照這樣的現狀 沒有啦 這兩個應該不同意他下來分 他當然願意 是他兩個不願意 是嗎 是不是 發現這個事情嗎 你把他分開了嗎 你怎麼解決 你明明知道 我在整個一個背景資料裡面跟各位提的 那個狀況就這樣 你也可以跟客戶說 不好意思 我只是處理爆 剛剛問題而已 要不然保險我寫對了 我已經覺得我很厲害 我比你前一陣的那個業務員厲害許多 至於家的問題 你找代書解決 你可以這樣做啊 你也會怎麼做 可以解決這個東西 要用什麼方式來解決 各位你以前當過課 用什麼方式來解決 遺族 啊 遺族 啊 遺族 用遺族的方式來解決 所以這個遺族又可以解決 真的可以解決 可是遺族要 遺族要考慮到那個 因祭分 我跟各位提 你在遺族 他們有提供那個因祭分 他應該要繼承的部分 但是遺族上面也有去提到 你如果事先給的 比如說我的小孩 女兒嫁出去了 我給他的那個嫁妝 或者是我之前有的證明 尤其我們台南 就是怕那個女兒嫁出去 又回來穿家場有沒有 都會寫那個 拋棄議程 那個是沒有用的 那個死亡寫才有用 對不對 然後就給他一筆錢 然後叫他寫 對不對 我們很多都這樣 是沒有用的嘛 所以我要跟各位 回到這一點也要跟各位提到 就是在寫遺族的一個過程當中 如果這個爸爸是有 會錢給老二的話 他那個會款的那個金額 或者是賣掉給他的那個金額 都可以提列在遺族上面 那遺族喔 我們有提過 總共有三大類的一個遺族 第一類自述遺族 我給你寫寫 我就自己寫一寫 放著 反正我白白的時候 你都拿出來 個人認帳 但是如果有人不認帳 就要上法院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自述遺族 如果以後大家都沒有糾紛的話 當然你可以寫自述遺族 那你也可以寫寫之後 拿去公證人那邊公證 公證人代表法院 去那邊公證 另外一個還可以代筆遺族 請一個律師來代筆 所以我在預期 我們保險創意人 下一個階段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展性 我認為 沒有人你只剩這剩就 除非你剩的是負債 負債也可以寫去主 我跟你講 那個欠也借了 我跟他感情有台子 就不用管了 放進去剩就好 是不是這樣 我要跟各位提的是 我們下一個階段的發展 不是一個消 單純一個銷售的一個創業在裡面 你可以幫客戶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幫他解決保單的問題 然後運用一些問句點醒 他應該要面對的問題 然後保險加遺族 你是可以做的 我不是叫你說帶著客戶去寫遺族 是提醒客戶寫遺族的重要性 不然他會面臨的一個問題 聽我的意思嗎 當然他這個是已經矮末了吧 如果我把題目再換一下 這個客戶還很健康 只是有這樣子擔心的問題 那就進入到信託的部分了 信託的內容要如何去執行 才能達到這個父親的一個需求 信託不外是要傳遞給下一代 用他喜歡的方式給 信託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 是當我們阿滋海默症的時候 老人痴呆症的時候 我可以由法人來照顧我自己 勝得再給小孩 那你也可以提醒客戶 我們剩下的錢是照顧好自己 勝得再給小孩 還是直接給小孩 你們覺得會是哪一個答案 但我們大部分的規劃是 我們在整個幫客戶做資產規劃 直接的答案都是怎麼樣 你可以直接給多少嗎 這樣可以省多少稅嗎 都沒有考慮到自己 所以我們各位提出兩個 保險成員的內容 下一個階段很好的一個工具 就是保險加遺囑 或者是保險加刑託 或者是保險加遺囑加刑託 那客戶為什麼要去選像這樣 因為他會面提到一些問題